哈喽大家好,我是升浩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快速地找出你的MacBook Wi-Fi的Password 我们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这样的方法呢? 很有可能就是你的亲戚朋友来你的家 就是想要上网 然后刚好你又不记得你的Wi-FiPassword的话 那么用这个方法 你就可以在不到十秒钟的情况下 找到你的Wi-FiPassword 不过在还没开始之前 请恭喜我打一个小广告 ZaoTV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手机巧 如果对这方面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ZaoTV 那我们开始吧 所以现在我们看我的Network Name是什么 点击右上角的这个Wi-Fi 这就是我们现在Connect的Wi-Fi 现在我们按Command Space 然后输入KeyChamp 比较快的方法就是 直接在右手边这边打我们的Wi-Fi的名字 或者是我们直接到System这边 然后输入Wi-Fi的名字 然后再double click这个Wi-Fi 然后再按Show Password 如果你是MacBook with Touch Bar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用你的Touch ID 不是的话 你就要自己输入Password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的Password在这里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手机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什么推荐的小技巧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atch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System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